今天毛毛她自己来到森林玩 毛毛她心想都已经这么晚了 伙伴们怎么还不出来玩啊 哎 每一次我来的都是那么早 就在毛毛心想伙伴们 为什么还没来的时候 突然 走来了一只大螃蟹 毛毛看到大螃蟹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吓坏了 你 你你是谁 大螃蟹看到毛毛她很生气 仿佛要攻击毛毛 毛毛她很害怕 连忙向后退 可是螃蟹一直向前追着毛毛 这下毛毛更加害怕了 大螃蟹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 为什么想要攻击我 大螃蟹似乎听懂了毛毛在说什么 她对毛毛说 你就是汪汪队的毛毛 上次你破坏了我的家 这次我一定要找到你 啊 破坏了你的家 毛毛她听到大螃蟹这样说 她有一些不明白了 她什么时候破坏大螃蟹的家了 毛毛毛 我要和你说 你一定不能再破坏我的家了 大螃蟹 我现在要告诉你 我并没有破坏你的家 你还记得有一次吗 你和汪汪队的队员去沙滩做任务 然后你们把很多的石头全部搬走了 其中有很多是我们螃蟹的家 你直接就把我们的家破坏了 大螃蟹她说完之后 毛毛自己在这里回想着 确实是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螃蟹 我想起来了 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次我们去沙滩执行任务 要把大石头全部挪开 对不起 毛毛她知道自己办错事情了 所以她要向大螃蟹道歉 毛毛 其实我知道你们汪汪队 是为了执行任务帮助大家 但是你们毕竟破坏了我们美好的家园 好了 大螃蟹 我知道了 下次我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毛毛 你知道吗 本来今天我是要和你决战的 但是我知道汪汪队是为了大家 所以我才不会和你决战 我只是简单的来告诉你 希望下次你们不要再这样了 放心吧 大螃蟹 下次我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毛毛她勇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因为毛毛知道 她确实破坏了大螃蟹美好的家园 大螃蟹 现在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没关系的毛毛 现在我已经原谅你了 我们两个以后就是好朋友 大螃蟹这样说完 毛毛并不是那么害怕大螃蟹了 她向前走了两步 好 大螃蟹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 毛毛毛 她和大螃蟹成为了好朋友 好了 毛毛 事情我已经说完了 那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我还要回去重建家园 要不要我去帮你啊 不用了 毛毛 建造家园还要下海 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是做不来的 你要帮助汪汪队去做其他任务 哦 好吧 大螃蟹 那我知道了 大螃蟹她说完之后转身离开了这里 剩下毛毛自己在这里心想 大螃蟹真是好样的 毛毛她继续看着大螃蟹离去的背影 大螃蟹刚刚走 阿琪就来到了这里 毛毛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阿琪 刚才有一只大螃蟹找到我了 说我们破坏了它的家园 现在我已经核实了 确实 我们上次执行任务 破坏了它们的家园 哦 毛毛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了 就是上次我们去海边 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忘记了吗 莱德队长让我们把大石头全部搬走 那些石头都是螃蟹的家 哦 我知道了 毛毛 阿琪她也知道了 它们确实破坏了螃蟹的家园 毛毛 那应该怎么办呢 螃蟹她已经自己去建造家园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破坏螃蟹美好的家园 好的 毛毛 我知道了 阿琪她知道了 它们不应该再破坏大螃蟹美好的家园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击订阅我们 保护